新年流流,連鎖店鋪突然倒閉 是經營不善,還是全心握錢? 我們收到一群苦主報料 他們光顧當年的連鎖按摩店竹虎突然結業 他們預繳的錢就收不回 我1月2日才上去 去了哪間分店? 觀塘的分店 他們說你的戶口只剩幾千元 你有沒有興趣,我們有個週年優惠 是呀,你充到五千元,他就會再送二千元給你 之後隔幾天就收到消息說他已經倒閉了 我2日才上去,中間隔了兩天 其實他都敢推銷我 我可以說,我覺得他是有餘謀 上個星期突然間就上去 打電話打算預約 星期六來的,星期六都沒有人接電話 都覺得奇怪,唯有去附近的按摩店做 附近的按摩店剛幫我做的那個技師 原來是在那邊的員工來的 前員工來的 他就說那邊已經是全線結業了 剛剛結業了幾天 都不覺得有什麼不妥 只是兩天之前 我在Facebook有一個大角咀的群組 就見到他說倒閉了 我立即打電話去三間分店 都是沒有人接聽的 我自己也親身去了太子那邊 他全部下閘,沒有人 門口就貼了一張結束營業 1月5號 現階段其實群組裡 大概有多少個輔助 有二百多個人 我們去了這間位於大角咀的分店 頭頭空無一人,大門緊閉 門口就貼了一張海關告示 華會就事件展開調查 而地上就有一些政府和管理公司的信件 還有輔助的WhatsApp群組單張 還有一張太子分店顧客的新數字 顧客沒有錢退,連員工都沒有薪水 他們也不知道怎麼辦 我在太子站的主要做按摩師 本身是每逢5號、20號就出糧 但是去到12月20號就沒有糧出 去到22號做東壓 他仍然是沒有聲音有票 去到1月3號 他半夜就有個WhatsApp 說太子站整銷防喉 1月4號要去大角去上班 當時前台就這樣回覆我 他說你只要願意上班 老闆就會給你半張票 我說你要脅我嗎 我說我的張票是我應得的 我上班是另一件事 你沒理由這樣要脅我吧 這樣就談不通 追討無門,員工唯有去舉牌抗議 按摩店老闆看到後就這樣跟他們說 所有糧,還欠你們的 我公司要1月底30號 或者甚至2月頭我們才能推出 因為我們公司的戶口被人推出 因為我們要轉讓新股東 所以要用另一個公司來 有甚麼可以直接打電話給我 其他人上班時 舉牌的不需要打電話給我 你們要等就等,不等的 我隨時不會出 我們有嘗試致電老闆 但也沒有人接聽 我已經幾晚沒有睡覺了 我覺得有汗出就沒有薪水 那有甚麼搞錯 真是辛苦血汗錢 希望拿回薪金,還我們一個公道 我可以 但是我們有一個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